環台路站列車NONSTOP 柯文哲現身南投子南攻 參香祈福 美開眼笑 談藍白河全民調 國民黨到底要不要 柯主席收起笑容 再下最後通牒 我也覺得時間差不多啦 不能再多了啦 大概這個就是這一兩天 要把它解決 即前一天 馬前總統強調 不會替國民黨版加入政黨 占比民調背書 柯文哲加碼要求 若藍白再會談 就要找馬英九當證婚人 現在是如果跟朱立倫主席再見面 我也希望就是公開透明 讓媒體都知道 當然我們也會 我也邀請馬前總統 來當一個見證人 其實韓國從頭開始的態度都一樣 誰會贏我就支持誰 但祝侯柯蘭白冤家 依然各說各話 尤其侯友宜又隔空施壓 柯文哲快放棄個人立場 要組聯合內閣先求政黨合作 換句話說 若再堅持全民調 其余面談 坦白講 這已經到了嘗試的程度 所以為什麼一些 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種什麼比賽方式 大家一看就是 這常常這樣 如果我們不能站在理智上 你知道 我說一個合理的理智上面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去說服台灣人民 我們今天就是用什麼的方法 找出可以讓 贏得總統大選 那這個方法一定要讓 大家 不是只有 你們黨裡面的幾個人同意 柯文哲放大決 加上馬前總統林門一腳 施壓諸侯點頭 全民調出來打球 賣個托 進行為劉威廷時裝藏